今天本身的十字是台湾文化日 全台灣總共有200公里的美術港、報復港 都50千次開放參觀 其中 萊佛基建會向前文化日發言文化行業 強烈無解小生人而可犧牲萊佛和圖聰明的方式 從台北行動狀況 認識台湾這套土地 創出民主自由的美術希望在一台一台長下氣 用高山來做法庭的開創 甚至是台灣文化日 未來的經驗林憲堂、張維水 和有客家在台灣新聞學制服萊佛 雅佛議員 第19年生理的《台灣文化日費》 萊佛基建會發起文化行業法庭 我們幫強烈學生用行路的方式來感受台灣的土地 希望這個年輕一輩也能夠對台灣有更深一個認識 能夠利用這樣子這個過程當中結合各地的這種文化相關的團隊 團體一起對台灣這個文化活動 能夠有更多的一些關心跟認識 用台灣新文化沿通紀念館做起庭堂 未強烈學自皮、菜單、表示祝福 就給我們使喊和高山世界的萊佛同突成名 對台北多種發的路線 接著會大本樣片、公演、營養的風設 和菜梯強烈交流 對台灣沙啡也下的看法 從小在台灣長大 我是必須來參加這個活動去了解 在台灣不同地方所發生過的歷史跟人文 現在其實覺得大家的人心還蠻混亂的 但是就是想要 因為自己也蠻喜歡台灣文化 然後想要身為台灣人 就是應該要更了解台灣真正的一些文化風情 然後如果能透過這次的活動更了解 我覺得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文化行業毋竟高齊澤燕斯 安孫生業做得多做法 行動兩百四十公里對小生人來說 是替你同耐力的台靠燕 希望亞洲大本市家的體驗 來了解整法的土地 民眾香港有欣賞做的行業 同亞洲加藥來鼓勵亞洲 學科新聞 戴曼翔 土知靈 台北報導